小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兜堂王国 我是丸子姐姐哦 很高兴要和大家见面了 朋友们 今天丸子姐姐带你们来到了 朵拉和我们佩琪的学校哦 这时候他们放学了 小朵拉 我们的佩琪 背着书包准备回家了 他们走呀走呀 走着走着 来到了饮料售卖鸡旁边 他们想喝饮料 所以准备过去买饮料 朵拉准备买饮料 然后她问佩琪 佩琪你买不买饮料啊 佩琪看了眼朵拉说 朵拉我也想喝饮料 可是我没钱 朵拉说 没关系 我身上有啊 我有两个音笔 这样吧 我们每人买一瓶 怎么样 现在我来给你买吧 你想喝什么饮料呢 我们一起看 上面有不同的饮料哦 来看一下都有什么饮料呢 上面有独菌妹妹代言的米茶 两个面包超人代言的果汁饮料 还有我们细菌小子代言的运动饮料哦 有三种 配奇你想喝什么呢 我想喝细菌小子代言的运动饮料可以吗 当然可以没问题我现在就给你买 从书包里面掏出一个硬币 塞进去 好的 好硬币下来了 他要先为我们的配奇选一杯运动饮料 独菌小子代言的运动饮料哦 按一下按钮 好的 独菌小子代言的运动饮料出来了 好的 给你 狗拉拿着运动饮料 送给了配奇 配奇拿着 狗拉谢谢你 不客气 这样我们狗拉 准备给自己再买一瓶饮料哦 然后再掏出了一个硬币 放进饮料机里面 准备一下 狗拉看了一下 自己喝哪种呢 运动饮料 果汁饮料 还适合奶茶饮料呢 狗拉想了一想 还适合我们的果汁饮料吧 就按了一下红豆面包超人代言的果汁饮料按钮 噔噔 好的 我们的运动饮料 我们的果汁饮料 红豆面包超人代言的果汁饮料出来了 好的 狗拉抱着他的饮料 配奇保着他的饮料 他们也准备回家啦 正当他们走着准备回家的时候 这边看见了一只小狗 奇事狗在这边 奇事狗跑过来 看见狗拉和佩奇这么可爱 他就想和他们一起玩 玩着玩着 他们边玩边走 边玩边走了 就这样 我们的妻子狗 跟着狗拉 还有佩奇 走了 过了一会儿 我们的果汁爷爷出来了 果汁爷爷 左边看看 右边看看 咦 我们的奇事狗去拿着呢 怎么没看见 还有把我们的奶油妹妹叫出来 奶油妹妹 奶油妹妹 就这样我们奶油妹妹出来了 怎么了 果汁爷爷 奶油妹妹 你的奇事狗呢 这时候奶油妹妹 也是左边看看 左边看看 没有看见他的奇事狗 非常着急 他跑到哪里去了 我被坏人拐跑了吧 叫爷爷说 别着急 别着急 我们分头去找 好的好的 我们现在马上去找 就这样 他们把店门关上 然后就开始去找了 果汁爷爷跑到 应该收卖机这边 这边瞧瞧 那边瞧瞧 也没看见我们的奇事狗 然后他就去那边 学乡那边找了 然后我们的奶油妹妹 就往那边去找了 果汁爷爷在这边找了好久哦 都没有看见 这时候谁来了呢 这时候谁来了呢 我们的奶油妹妹 就往那边去找了 我们的奶油妹妹 也找了很远 来到了这边 他来到这边 他会碰见谁呢 碰见了我们面包超人 奶油妹妹你在干嘛呢 面包超人 面包超人 我在找我们家奇事狗 我们家奇事狗不见了 什么 奇事狗不见了 哦 你别着急 别着急 我现在马上帮你去找他 你别着急哦 我们分头去找吧 就这样 他们又分头去找了 我们奶油妹妹在这边找了很久 都没有找到奇事狗 他非常着急 这时候他决定回家看看 看我们的奇事狗 有没有回到面包房 回到了面包房 他在这边等待着 看我们奇事狗 会不会自己回来呢 这时候我们的奇事狗 从斗拉家里出来了 出来了 突然发现 咦 是不是很晚了该回家了呢 这是我们面包超人 刚好又找到了这边 奇事狗 咦 面包超人 你好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你的奶油妹妹 可找你找了好久啊 找得非常着急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呢 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刚才和朵拉 还有佩奇玩得非常高兴 所以一下忘记回家了 是的不好意思 我现在马上回去 这样帮我带你回去吧 就让我们快一点 好的 就这样 我们的面包超人 拖着我们奇事狗 就准备以最快的速度 飞飞降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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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这里 好的 刚刚来到了 来到了 奶油妹妹面前呢 奇事狗 我从我们面包超人背上下来 奶油妹妹 奇事狗回来了 奶油妹妹我回来了 奇事狗你跑到哪里去了 你怎么随便乱跑呢 你知不知道我和果酱爷爷有多着急 我叫爷爷现在出去找你了 还没有回来呢 你怎么可以乱跑呢 这时候奇事狗非常不好意思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非常不好意思 我知道是我的错 下次再也不敢了 我就是贪玩 所以下次跟小朋友出去玩了 下次可不许再这样了 要出去可要跟我们打招呼哦 这样我们多着急啊 好的好的 面包超人 谢谢你 现在果酱爷爷还在找奇事狗呢 他还不知道回来 他回来了 麻烦你去通知他医生可以吗 好的 没问题 我这就去 好的 面包超人 现在准备去通知我们的 果酱爷爷 这时候我们的果酱爷爷 和我们的BB超人 找了很久都没有 找到奇事狗 他们准备沿路回家了 这时候面包超人过来了 果酱爷爷 BB超人你们好 果酱爷爷 七次狗已经回家了 你不用着急了 哦 奇事狗回家了吗 哦 那我就放心了 面包超人是你找到的吗 哦 是的 他在外面玩 刚好为我预见了 我把他送回去了 谢谢你 谢谢你 不用谢不客气 现在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免得奶油妹妹担心 好的好的 这样你们 你们和我一起回我店里吃面包 喝饮料吧 不啦 果酱爷爷谢谢你 我们改天再来吧 果酱爷爷再见 再见 再见 面包超人 和BB超人 走了 果酱爷爷也回家了 这是我们的爷妹妹 七次狗就在门口等果酱爷爷回来哦 果酱爷爷你回来了 是的 七次狗 你下次可不许他玩了跑了 我们可非常着急哦 好的好的 就这样他们三个非常开心的又在一起了 好的 小朋友 今天我们的七次狗 摊完跑走了 现在找回来了 小朋友你是不是也摊完乱跑呢 不可以随便跟别人摊完出去玩哦 这样家人找不到 会很担心的哦 好了 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小朋友们再见 再见 小朋友们更多视频可以在下方订阅我们兜唐王国 这样就可以成为我们王国的小公主和小王子啦 也可以拿起手机微信添加公众号兜唐王国 还有机会获得王国的公主或王子宣众哦